卤水为什么会发酸 今天给大家分享具体原因 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卤油过后 如果我们夏天卤油保持5厘米以上 那么我们的温度很难降下来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卤水长期保持在70度 长达3到4个小时很容易使卤水发酸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们荤素一起卤 很多朋友他会在这里面去卤豆制品 大家注意一下切记不能卤什么土豆 豆制品还有这个藕 带淀粉的这个素材在这边卤 肯定是卤水很容易酸的 那么卤素材怎么去操作 我们一般是打这个卤水出来 单独去兑清水去卤素材就可以了 那第三个点就是我们的加工房 通风效果不好 那么很多朋友说我处理的很大 为什么夏天卤水总是酸 就是因为加工房很密闭的环境 大家注意如果您加工房很小 我们每次卤完货一定要用风扇 吹一下卤筒给它降温 温度降到70度以下就不容易发酸了 然后第四就是我们的料包 很多朋友卤完货料包没有打起来 如果夏天料包不打起来 卤水也容易发酸 第五就是我们的卤水很多朋友会加盖 就是卤完或者他直接加盖 直接加工的话如果长期不动 他卤水不会坏 但是我们中途如果动一下这个盖子 因为盖子上面会有水珠掉下去 我们卤水也容易发酸 而且很多朋友哈 他卤水没加盖的情况 为什么会酸也是一样的 他去摇水的时候 这个水可能会掉了1400水水进去 也容易使我们卤水发酸 这就是我们卤水发酸的五个原因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